高雄一位无业的单亲妈妈 日前疑似独留自己四个月大的女儿在家饿死 被涉嫌杀人罪遭到收押禁件 上午女婴的尸体也进行解剖复验 要厘清死因 而这名妈妈也到现场 根据了解她疑似曾经说过 自己养不起两个女儿 在案发之后 女婴的生父也向志工透露 妈妈当初不顾反对把孩子生下来 听闻女儿的死讯没有多做回应 更查出这名生父似乎另有家庭 涉嫌杀人罪遭受押的陈姓单亲妈妈 26号上午在检警陪同下 现身殡仪馆 检察官随后也抵达 要解剖香烟女婴尸体 21号晚上陈姓女子还在娘家出没 当时她抱着一岁半的大女儿 但另一名四个月大的小女儿 疑似症被她留在猪处孤独饿死 换约整起案件 陈姓女子公称 15号晚上喂完小女儿后 就到娘家要照顾生病的大女儿 期间一次都待在娘家 等到她23号要将大女儿 送到托婴中心时 才透露小女儿死讯 到底死了多久 死因为何 女子全都交代不清 她说她现在单亲 没办法养福养小孩子 想要小孩子送给人家领养 所以主要没钱可以养小孩子 陈姓女子二度未婚生子 未活在她身下第二胎后 要她夫妻当母亲的责任 才和小女儿搬到住屋处 她曾和亲友透露自己 一打二养不下去 也想过要寄养 所以就5月将她立为脆弱家庭 前后补助超过11万元 事发前两周 还有社工前往访试 没有发现任何异状 里长和邻居也屡次给予金元 案发后传出 生父也透露 当初承讯女子不顾她的反对 坚持把小孩生下来 知道女儿存在但没有往来 听到女儿死讯 没有多做表示 调查后跟发现 生父似乎另有家庭 邻居说承讯女子工作不稳定 以思议用钱观念差 长达至少8天时间不闻不问 仿佛没有小女儿存在 现在除了要查明死亡时间 也必须找出确切死因 理系真相 记得高雄众的报道